大家好,歡迎收看不負責任熱血君 没想到这部作品正义的一方也是挺敢发便当的 不负责任风动漫 不负责任热血君 波鲁吉斯小队经历了种种磨合期 成员们的心渐渐团结在一起 但君寅宝的惠克斯里刚长官正义冰口博士说 刚兄弟的父亲也就是刚见太郎迟迟喂回地球 或许已经被波阿战的科技洗脑变成傀儡随敌人对付地球 而敌军方面正讨论作战计划 王子殿下,我最近分析了姜哥的笔记型电脑 低潮内所放的许多地球人影片啊 你妈的你竟然敢偷看 哦,有屁块放,少卖关子 王子殿下,请听我解释 我这是收集敌军的情报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 从这些影片,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原来那些低等哺乳类竟然懂得什么叫做爱啊 哈哈哈哈,估计你看的是姜哥私长的爱情动作片吧 干嘞,祖尔我要骤别你,这到底跟作战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可以利用爱假冒钢剑太郎以投降我方 让钢家三兄弟对父亲的爱跟恨交织在一起 肯定会让他们陷入困乱啊 很快的,敌人的骷髏城出现在军音堡上空 祖尔利用变身器假冒钢剑太郎的声音 要钢家三兄弟快点投降 果然日吉与大赤狼因为父亲的背叛痛哭流涕 剑衣则向冰口博士表明 他要独自前去敌军一探究竟 紧接着骷髏城向剑衣射出引导光线 担心剑衣的冰口博士却突然将剑衣推开 代替剑衣查看是不是敌人的陷阱 来到骷髏城内的冰口博士很快就知道答案 姜哥干脆把冰口博士当人质 顺便派兽士金刚攻击巨英宝 剑衣等人向刚长官表明为了地球要大意灭清后 随即驾驶波鲁吉斯范与金刚作战 但是骷髏城又开始发出见太阳的声音 捞乱钢家三兄弟失去 兽士金刚则趁机偷袭波鲁吉斯范 再配合骷髏城释放出的兽士水母 将波鲁吉斯范给擒住 使其动弹不得 于是兽士金刚再度执行破坏巨英宝座战 而冰口博士则趁姜哥掉以清新之际 挣脱束缚抢了逃生艇逃离骷髏城 糟糕的是 骷髏城发出了射线命中的逃生艇 就在冰口博士即将要坠机之际 他赶紧向波鲁吉斯范小队通信 告知剑太郎并不在里面 且声音是伪造的 并托付众人好好保护地球后 逃生艇变向兽士水母撞过去 冰口博士也因此隐命 波鲁吉斯范则趁势脱困 将兽士水母甩向空中 以连环导弹击溃 悲愤的建议 顺势拔出天空剑 朝兽士金刚砍去 将其当场斩避 冰口博士的死去 导致群龙无首 不过国家很快的 就派冰口博士的弟子 左近世博士来接替指挥官的位置 但是他为人古怪 训练过于严苛 与剑依等人相处得很不愉快 恰巧敌方派出了 寿士三角龙战机来袭 剑依为了向左近世 证明团队不是他所说的窝囊费 便立即合体为波鲁吉斯范 与寿士战斗 没想到双方还未接触 寿士就已经先逃回海底 就在一平以为敌方是 怕了波鲁吉斯的强大时 左近世随即与他们通信 骂他们太天真 还通知他们 已经将所有无关战斗的私人物品 从个人房间里清除殆尽 受不了的剑依等人 因此决定投靠钢长官 就在此时 寿士三角龙战机又出现在他们面前 并以极高的速度 打乱波鲁吉斯范的合体阵型 原来江哥早看穿波鲁吉斯范的弱点 所以早前才会撤退回基地 强化机械兽的性能 而左近世见到剑依等人即将全灭之际 突然一改轻浮的态度 一本正经要小队们相信自己 波鲁吉斯小队立刻听从左近世指挥 按照左近世先前要他们特训的内容 先是高速旋转 再排列成独特阵型 于是致敬空八特拉V的大绝招 超电磁转终于重现了 还一举转爆三角龙战机 所以建议等人与左近世的心结终于解开 原来左近世会如此严苛 是因为要他们能够在嫌恶的战场上活命 这都是冰口博士托付给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火星之外的飞船上 生死不明的钢剑太郎以及丹盖将军 还有一众五角的波阿战革命军 正要逃往地球 左近世也派出波鲁吉斯小队前去火星查看 到底是敌是有 没想到中途却杀出竹尔 带着寿士葛奇尔前来剿灭革命军 虽然革命军的飞船与寿士使命残斗 但还是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丹盖将军因此被打离飞船 与剑太郎失散 骷髅城更趁机擄获剑太郎搭乘的飞船 将剑太郎逮捕 然而 竹尔却想借着剑太郎来杀死海涅尔篡位 想当然剑太郎拒绝干此不光明的勾当 这时波鲁吉斯小队终于到来 立刻一招天空剑将寿士秒掉 就在剑衣奋力攻击骷髅城时 竹尔赶紧亮出剑太郎威胁剑衣挺手 你们给我听着 要是攻击我的话 你爹也会丧命的 剑衣 别提了老狗 剑衣朝骷髅宝一轮猛攻后 准备将天空剑插入骷髅宝之际 他看到剑太郎流出泪来 刚加三兄弟这才确定 眼前的人子真的是父亲 竹尔则趁此良机偷袭托鲁吉斯坏随即赶紧开溜 逃走的竹尔并没有这么好心将剑太郎交给上级 而是将他藏在自己的秘密基地 等待适当时机利用这颗火旗 与此同时 日记与惠美通知大家 有渔民募集到骷髅城着陆在附近的小岛 画面一转 剑太郎带着小队们牵制攻击兽士 大次郎则驾驶战车来到小岛救援 不过大次郎才刚下车没多久 就不惜被鸟鱼发现 被关押到父亲的大牢 于是大次郎终于与失恋许久的父亲相见 两人因此相拥而泣 而外头的攻击兽士朝剑衣发射飞弹 却不幸命中的秘密基地 天花板掉落的岩石 刚好砸死守卫并破坏牢房 大次郎趁乱带父亲逃走 可惜父亲却不幸在逃跑途中 被主要用机械臂侵获 由于基地已经要崩塌 大次郎只好无奈地赶紧搭乘战车逃走 并与大家合体为波鲁吉斯坏 按照惯例以一招天空剑尻爆攻击受势 被抓回的剑太郎假装配合敌人制造新机器人 却找机会驾驶飞机开溜逃回聚音宝 左近视剑撞立刻派出波鲁吉斯坏接回剑太郎 但此举却惊动海内尔派遣江哥带着骷髅城吹击 就在剑太郎即将要与孩子们见面之际 飞机却突然发生了故障坠落至小岛 听到巨想赶来的江哥发现剑太郎没死 随即将此事通报了海内尔 并准备将之逮捕 就在剑太郎要被擒祸之际 波鲁吉斯坏即时撞飞骷髅城 剑太郎受到波及掉落海底 被撞伤的骷髅城只好无奈撤退 在海底的波鲁吉斯坏一样搜寻不到 只能无攻而返 回到工作岗位的竹尔 发现有人在他办公室偷看文件 他赶紧发射激光将他宰掉 却发现此人是秘密调查员 竹尔深知自己的密谋被海内尔发现 便趁海内尔睡觉之际拿小刀行使他 没想到却被射局捅到的是假人 竹尔眼看似鸡败肉 遭海内尔等人火呆 赶紧向海内尔求情捞他狗命 海内尔便跟他谈条件 乍降至敌军 一举干掉剑衣等五人 竹尔按照指示投降到了军英堡 并攻出敌人大本营的位置在鸟之岛 虽然大家都不相信竹尔说的话 但剑衣认为 最近此处火山即将爆发 局民们都要撤离 原来是藏着秘密基地 因此竹尔说的话有可信之处 于是波鲁吉斯小队便带着竹尔来到指定地点 其实这个地方是竹尔的秘密基地 他想秘密宰掉剑衣等人夺取波鲁吉斯范 好反攻海内尔 但竹尔的小算盘终究打不响 此时许多带枪的杂兵包围了剑衣等人 海内尔随即出现 并告知竹尔他早就知道 竹尔有秘密基地还一直想杀死自己 海内尔因此一不做二不休 命杂兵们开枪干掉竹尔 会每则趁实量机 启动钻头钻入地底助大家逃命 虽然海内尔派出了攻击寿司前去拦截剑衣等人 以合体为波鲁吉斯范的剑衣 立刻拔出天空剑 将攻击寿司斩落至火山口 随即引爆了火山将海底层彻底毁灭 然而波鲁吉斯小队的处境却更加凶险 这次江哥派出更强的凯寿司参战 他的攻击力比以往寿司还要强大 剑衣等人几乎就要葬送在他的手里 还好天空突然出现一架红色战机 射击凯寿司眼镜 协助波鲁吉斯小队解除危机 剑衣则看准机会截起天空剑 给敌人致密集后倒下 红色战机则在临走前射出一枚蛟狼交给剑衣 左近视捡来查看 原来是波鲁吉斯范的改造图 如获自保的他 每日每夜底加紧改造强化波鲁吉斯范 左近视更像剑衣等人说明 能制作出这种设计图的 肯定就是失踪的剑太郎 这让钢家三兄弟心情振奋起来 但父亲为何迟迟不现身 大家却想不透 紧接着将哥又带着两架凯寿司 朝国防军袭击而来 剑衣等人则驾驶改造完成的波鲁吉斯范 赶赴战场与敌人缠斗 这时上次登场的红色战机又出现了 他赶紧跟剑衣联系要跟波鲁吉斯范合体 剑衣按照指示按下按钮后 红色战机便将能量控制器 塞入波鲁吉斯背部 接下来就是剑衣使用新必杀剑的时候了 他让天空剑尽速吸收天雷 再将超电池光弹朝两架凯寿司发射 被击中的敌人因此动弹不得 于是两架凯寿司只能任人宰割爆破蚕死 画面转到了革命军的秘密基地 剑太郎正与侥幸卫死的丹盖将军会面 他向丹盖表示自己已发誓不跟孩子们见面 因为他要尽快打造太阳鸟的宇宙巡航舰 解放波阿战的人民才是他真正的使命 基于基地内有女士身受重病 以现有的器材无法医治 于是丹盖便驾驶红色战机 护送女士前往军阴堡求助 但就在丹盖即将来到目的地时 不巧遇上了凯寿司袭击军阴堡 敌人还顺势将丹盖的红色战机击落 愤怒的剑衣立刻使出新绝招 咸用光弹将敌人封印在球内 再用两段切将其斩杀 逃离战机的丹盖 则赶紧将母子护送是军阴堡内 躺在加护病房的丹盖 向剑衣等人说起了剑太郎的过往 波阿战兴存在着种族制度 长脚的人属于贵族 不长脚的人属于贱民 注定要终身成为奴隶 由于皇帝的弟弟 生出了一个没有长脚的男孩 拉戈尔 原本愤怒的父亲 想一刀捅死这个男孩 但在众家臣以及妻子 以死相逼之下 父亲还是饶他性命 于是派人帮男孩 乔装成有脚的贵族 并且将其养大成人结婚生子 年纪轻轻就做了帝国的科学大臣 而且无脚的拉戈尔世子 对同样是没脚的子民们感到不平 他跟父母表明 人生而平等 怎么可以因为没有脚 就受到如此不平等的对待 拉戈尔更在妻子面前 坦承自己没有脚的秘密 妻子知道真相后 不仅没有嫌弃他 更接受拉戈尔没有脚的事实 可惜 意想不到的不幸 最终降临在这对小两口身上 因为自己有个不成才的儿子 所以他将王位传给了外甥拉戈尔继承 这决定让皇帝测世所生 战巴基尔很是不满 就在拉戈尔登基之时 有脚的贵族们 便在骑凶战巴基尔的带领下发动政变 揭穿了拉戈尔没有脚的秘密 并把他关起来发配为奴 还将他怀孕的妻子罗莎丽亚流放 肚中孩子的下落也不知所终 这个以战巴基尔为首的新任同志者 决定侵略地球来扩展他的奴隶数量 成为奴隶受尽百般屈辱的拉戈尔 则在奴隶集中营暗制发誓要推翻暴政 解放所有劳奴 与此同时 战巴基尔皇帝正在举行阅兵典礼 拉戈尔便带领着没有脚的人们起兵反抗暴政 但敌不过帝国的强大军事力量 弱得惨败收场 伙伴们劝拉戈尔赶紧逃走 拉戈尔只好驾驶宇宙船逃到地球 而战巴基尔知道拉戈尔逃到地球后 开始威胁他不回祖国的话 就要进攻地球 拉戈尔为了保护妻子与地球 只能无奈回波阿战复死 回到波阿战新的拉戈尔 不会具战巴基尔的威胁 不愿出任科学大臣研发型武器助纣为虐 就在拉戈尔即将要被处于急刑之时 还好当年革命同胞们早就等待拉戈尔归来 并且将其救出一起继续革命的志业 单概将剑太郎所有的过去 以及革命军的战斗史都讲述完毕后 便安心的辞世 然而凯瑟琳不能海内尔屡战屡败 于是他决定私下血性联系剑一 用知道他父亲下落为由 骗剑一出来偷偷干掉 不过他哪是剑一的对手 还被剑一用枪射伤 只好仓皇逃命 但海内尔终究发现凯瑟琳失智行动 他要凯瑟琳引诱驾驶波鲁吉斯巡航机的剑一 来到冰岛展开一对一的男人对决 两人互相比划几十招后 终究落得平手收场 互有损伤坠落冰河 凯瑟琳健壮赶紧回收海内尔后撤退 辛虎爬上岸的剑一 也被赶来的惠美所救 一日 惠美在忍述修炼中捡到了一颗宝石 他戴上宝石后 却被藏在宝石内的凯瑟寺给心灵控制变成傀儡 画面来到基地这边 钢长官找左近世了起 因身体得了不治之症 想辞退国防军长官一世时 被控制的惠美趁机混入了自己老爸驾驶的军机内 就在钢长官离开巨银宝之际 受控了惠美袭击的钢长官 还好钢长官伸手矫腱制服了惠美 并拆出惠美招宝石操控后 赶紧开枪将其击落 但掉落的宝石却变成凯瑟寺 随即朝钢长官的军机攻击 并将其重创 钢长官将唯一的飞行器给女儿 要他赶紧跟伙伴们会合 自己这负责吸引凯瑟寺攻击 可惜普通的直升机 终究还是敌不过凯兽士猛烈的攻势 钢长官还来不及逃回巨银宝 就随坐机一起爆炸身亡 自此执行波鲁吉斯φ計画的地球人 全部都是爆炸身亡史无全失 赶到战斗现场的波鲁吉斯φ 伴随着惠美的悲愤下 以处行计将凯兽士当场火寡 异军方面 古鲁鲁将军向海内尔提出 战巴基尔皇帝的旨意 就是质问他出师不利 迟迟为攻下地球 是不是有恶心 虽然海内尔向舅舅表达自己忠贞不恶的决心 但古鲁鲁却嘲弄他为能力不足找借口 凯瑟琳则向海内尔回报 他已经查到了红色战机的发射地点 因此找到了反抗军基地 于是海内尔便派凯兜士捣毁革命军的秘密基地 正准备要干掉剑太郎之计 虽然剑依及时赶制 并立即使用必杀剂V字斩干掉凯兽士 但剑太郎还是被古鲁卢派来的飞碟给捕获了 这让海内尔非常气愤 认为古鲁卢想要表他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阵天摇地动 凯瑟琳通知海内尔 地底层内的凯兽士工厂不仅遭到破坏 骷髏城更被炸毁 守下们也赶紧回报 贝尔跟将军乘坐飞碟逃走了 贝尔跟将军随即与海内尔通信 说明这一切都是皇帝的命令 海内尔听得很是生气 古鲁卢更是利用捕获剑太郎的飞碟 引诱剑意等人追来海内尔的藏身处 海内尔无计可施 只能将地底层切换为攻击要塞 与波鲁吉斯坏来个决一实战 但是在波鲁吉斯坏疯狂的猛攻之下 又没凯斗士 火力也不足的攻击要塞 也只能被波鲁吉斯坏当把子打 凯瑟琳更带来坏消息 反叛的杂鱼们都抢了飞碟逃走了 古鲁卢更再次与海内尔通信 跟他说皇帝要把无人的他干掉 海内尔因此灰心丧志面如死灰 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斗争 而进攻地底层救人的剑一等人 包围了若丹的江戈 但身为武人的江戈决定以死明治 更在死前告诉剑一 剑太郎被带回波阿战兴去后 就此混沌异乡 最后被关押的革命军全部被救了出来 凯瑟琳更趁海内尔要跟敌人同归于禁食 射出麻醉枪将之弄晕 乘坐宇宙船逃回波阿战 古鲁鲁更启动海底层欲藏的超巨型炸弹 想要摧毁地球 眼见剑一等人无计可施之际 父亲的太阳鸟宇宙巡航舰终于来到现场 太阳鸟随即以强大的马力 将超巨型炸弹拔出地面 并甩到宇宙中将之引爆 巨云宝也化作为宇宙船 并与太阳鸟合二为一 成为巨大的超弩级宇宙巡航舰 这个套路跟热血军之前介绍过的宇宙大地好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连结收看 于是剑一等人与新的革命军首领在舰内会合后 便立马随着革命军前去波阿战 推翻战巴基尔王朝 太阳鸟立即启动空间跳跃系统 一下子就来到了波阿战星 并随即与帝国军队展开一场空中薄火 革命军领导者赶紧通知 在波阿战的革命军一起响应 推翻帝国的暴政 就在革命军们前仆后继的猛攻之下 帝国军的监狱终于被攻破 其人奋战的剑一 终于取得父亲的联系 知道他平安无事已被救出 于是剑一已无故忌放手一搏 他赶紧号令伙伴们合体为波鲁吉斯坏 并如歌草般吹哭拉朽地摧毁帝国军 终于醒来的海涅尔 经由凯瑟琳告知 革命军已经攻入了王都 贵族们因此纷纷逃命 凯瑟琳不希望心爱的海涅尔死去 想劝说海涅尔能随他乘坐宇宙船 逃到无人知晓的星球生活 但海涅尔立马拒绝 因为他身为贵族的尊严 与国家的忠诚比什么都还重要 另一方面 波鲁吉斯坏正大势破坏着 名为黄金城的皇宫 仓皇逃走的贵族们 却遇到了海涅尔主党 与此同时 有个贵族准备朝海涅尔开枪 凯瑟琳剑撞赶紧替海涅尔挡枪 贵族们也一哄而散 凯瑟琳对海涅尔表达爱意后 便安心地死在他的怀里 于是悲愤的海涅尔 变驾驶帝国传说中的守护寿士 与波鲁吉斯坏来场最终决战 双方即冰倒一战之后 再次比拼剑技 是要将对方千刀万剐 不过剑衣即告一筹 将剑刺入了寿士的腹部 两架机器人爆炸一团倒地不起 于是剑衣离开了驾驶舱 再度与海涅尔在活海里死斗 就算双方的刀一起被打断 海涅尔还是拔出短剑 打算玉石聚焚石 剑太郎认出的这把短剑 是他死去的妻子 罗莎莉亚的 海涅尔这才知道 自己是剑太郎的儿子 而且还是刚家三兄弟的大哥 原来舅舅战巴基尔皇帝一直欺骗他 要利用他来个兄弟相残 而失心疯的战巴基尔皇帝 正抱着仅存的财宝不放 拿着手上的炸弹威胁他们别过来 愤怒的海涅尔便丢出母亲的短刀将鼠鼠杀死 炸弹则掉落地面引爆 还好海涅尔将剑衣扑倒救了他一命 自己却陷入了火海中 他无奈地看着剑衣以及亲生父亲 消失在熊熊的烈焰之中 于是破坏战星球终于被解放 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迈向光明的未来 虽然父子终于团聚 但剑太郎跟三兄弟表明自己暂时还不能回去 他要留下来将母亲建设的跟地球一样美好 剑衣也安慰日极 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空间跳跃回家看父亲 于是剑衣等人便离开了破坏战 回到了自己的家地球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觉得热血君整理的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热解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感谢您协助团队们继续提供大家 优质又怀旧的动画介绍 喜欢古早味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 普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次再见